但女生方面也會有少少男性的特質 那會不會相對地沒那麼衝動呢? 嘩 都可以很衝動 那些 一出口就罵他 他看見不順眼就罵他 他不會理會的 他不會想別人怎麼想 他會自己舒服 他那一刻是火 他不會想太多 但其實白羊的人或女生有得好 他這刻罵完那刻很快就忘記了 他又說 即是不記仇的? 不算太記仇 因為如果你真的傷得他透過 他會以後很冷淡 那他記性好不好? 他不是說記性特別好不好 而是他可以很黏著你 其實他會常常說男朋友男朋友女朋友 但他如果有一天對你很冷淡 你就知道什麼事 他要是想分手 他要是已經被你傷得透 通常是傷得透才會不再發聲 因為平時也很活潑很冷 即是你身邊的伴侶是白羊座 然後見到他就越來越冷淡 那你就小心 但很麻煩的 白羊女要那些欲擒欲重 有時又對他好像很緊張 有時又可以不理他 因為他會被這些心癮 會覺得你很吸引 即是如果一個男生想追求一個白羊女 就應該要這樣 對 你要征服他 就要突然給他很大自由度 又突然好緊他 對 他就會覺得很莫名其妙 明明之前都好緊我 現在不打電話給我 對 人真到死 很想回答給他 不行 我要有自尊 然後就自己很嘮嘮 越嘮嘮嘮就越覺得越喜歡 賣代入情亡 然後追求他就嘻嘻嘻嘻 對 真到了 沒有錯 那白羊女跟什麼人比較配 配的人比較有他自己 白羊座的男生 不要說大家也很識戶 各方面的男生 你不謂ㄟ 但是獅子座還是獅子座 狮子座 都是同一個像 現在剛才也有說 另外射手座 都可能是大家夾 其實都可能在騎 反而不夾的就是魔蟹、巨蟹 即是來來去去都是這幾個 其實男女同樣跟這些比較不夾 但她的主線角色有少少不同 有時始終我們都是男士 雖然香港女權也不錯 但有時出發的身分不同 有少少少不同 我看到這份功課上 白羊男跟巨蟹、天蠍、摩蟹的合適度只有10% 即是非常不夾 但白羊女跟巨蟹、天蠍和摩蟹有30% 會有少少少 對,少少 對,少少 但如果有多了20%你都將就到 OK的 會不會是女生站到硬到一個地步 她都會軟化下來呢? 看看發生什麼事 我經常都覺得女生有誰不喜歡被人哄 對 所以有時男生覺得少少哄下去 沒事的 總括來說 如果你喜歡一個白羊座 你想追她 你應該要怎樣做呢? 例如要很熱情 很熱情地追求她 千萬不要幫她冷水 否則就不用指望她 她很喜歡人 常常拖拖拉拉 搞什麼都搞不好 因為她很缺段 所以千萬不要好像很猶疑不決 各方面的事 千萬不要拖拖拉拉 要爽快一點 對 不要太煩 太煩 煩的意思就是黏身 不要煩到她 她煩你就可以 她煩 對 對 不是 其實她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譬如 你不可以不相信她 因為她是專一的 但是她質疑你的時候 你又要被她質疑 因為她可以很妒忌你 但你千萬不要妒忌她 知道 對 所以有時也是那句 吊吊吊吊就最好 吊吊吊吊 其實是否追求任何人都是吊吊吊 最好 一點點 有些不喜歡被人吊 對 對 對 那好吧 我們現在聽這首歌回來 就開始接聽你的電話 好 電話21392458 那我們就會開始 我們的透露環直見了 對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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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